安波籃球快信 星期六早早NBA附加赛再战一场 由木浪主场迎战雷霆 木浪上场被胡人逆转 球员士气受挫 反观雷霆上场淘汰堂我 球员信心大增 就算球队作客战斗力并不算强 雷霆今场都有火拼到底的信心和底气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木浪在常规赛收官阶段表现不错 最后十场取胜七场 而且以一波三连胜完美收官 最终排名第八 附加赛对阵胡人 但对木浪不利的是 高伯特在常规赛最后一场 同队友发生冲突从而被队内禁赛一场 加上迹顿麦丹尼斯的相决 球队防守质量大打折球 其实同胡人歌唱 木浪输得好不应该 例如最多时领先15分给翻盘 又例如最后一节一度连续6分钟没得分 又再例如上场所有登场球员中 只有卡尔唐斯一人正负值为正值 正18 其余人都是负值 像安东尼爱华士这位核心球星 他在常规赛最后四场中军场可以斩获29.8分 七个蓝板同四次助攻 但面对胡人 他居然全场17头只有3中 其中3分9头全失 得分连双位数都没有 不过据大数据机构预测 木浪进入季后赛的概率是76% 雷霆只是24% 说明从各方面来对比的话 木浪都是要被雷霆占优 不仅论球员个人能力和人员组成 木浪都要在雷霆之上 休赛期以多个手轮签换来尔 高伯特就可以看出 木浪管理曾对今季的期望 绝不是简简单单获得季后赛赛资格 另外木浪过去六次和雷霆交锋取胜5场 其中还有两场30加的大胜 可见拥有双塔卡以唐斯同额 高伯特的木浪能够充分利用好内线 优势来击败雷霆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拿斯列特因相缺阵 雷霆在常规赛获得西岸第10 他们附加赛所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9的唐鹅 虽然自联盟引进附加赛赛赛制以来 10号总指球队战绩为零胜四负 但是在较早前进行的公牛同速龙一场中 公牛成功赢波打破历史 这个模仪都为雷霆带来了信心 憑直S 压力山大 祖书杰迪同独特的不错发挥 雷霆最终都以123比118击败唐鹅 他们将在附加赛第二轮面对木狼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三人在歌场合斩90分 他们都被誉为 新雷霆三少 S 压力山大祖就已经是公认的未来巨星 上场中场前28秒 骑马射箭空心入网座雷霆反超比分 堪称大场面先生 二祖书杰迪自加盟联盟以来的发挥一直不错 能传能投 可以说是迷你版祖杰 上场贡献31分 9个蓝版同10次助攻的准三双数据 至于杜特 以前只以防守注清 但现在都将进攻练了出来 攻防兼阶的他在场上更有杀伤力 今场和木狼一役 新雷霆三少发挥如何将决定比赛的走势 令球迷高兴的是 雷霆不但有现在 而且都有未来 据统计 雷霆目前阵容中拥有10名未满24岁的球员 球队平均年龄只是22.7岁 是本赛季联盟最年轻 NBA历史上第二年轻的球队 与此同时 未来5年 雷霆拥有令人眼红的15个手轮签 目前雷霆阵容中所有球员的身支总额 只是9800万 本赛季球队的 死钱更多达5000万 只要管理层运作合理 雷霆的未来一片光明 当然 现在对雷霆来说 跨过木狼正式晋级季后赛先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不过以他们上场的发挥来看 球队绝对有和木狼火拼到底的信心和底气 阵容方面 中风贺母格连同后卫简列至威廉士等人 因相无缘披夹 想紧贴MBA 资讯? 快点追踪我们的Facebook 订阅我们的Channel HOLA